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经过葫芦河时 一个叫石盘陀的劫匪跟随了玄奘 石盘陀因为跟其他劫匪分赃不均 心中意欲难消 就请求玄奘开导 而据说石盘陀就是西游记孙悟空的原形 晚上石盘陀动了杀念 想杀了玄奘却没有下手 这一切都被玄奘看穿了 原来石盘陀怕跟随玄奘 而被牵连害了一家人 他想杀了玄奘 玄奘也体谅石盘陀让他走了 来到驿站 玄奘又遇到那个女子 女子送他一匹老马 问他还回来吗 玄奘说回来 几天后 玄奘走在沙漠 遇见了风沙 水湖被风吹落 水全洒光了 晚上玄奘躺在沙子中迷迷糊糊 他已经分不清 到底是现实还是梦境 隐约还看到了流沙和和一些妖怪 第二天 玄奘因为驱水晕倒了 老马吵醒了玄奘 玄奘来到了伊乌 高昌王想让玄奘去一趟 玄奘随着士兵穿越火焰山 来到了高昌王城 受到了高昌王隆重接见 于是玄奘就留下来修养调整 奖金输月 高昌王为了让玄奘留下来 下跪和威胁软以兼施 但玄奘一直坚持自己的信念 甚至绝食以表抗议 几天后 高昌王凡然醒悟 允许玄奘西行 经过几年的长途跋涉 玄奘终于到达天竺那烂陀寺 公元631年 天竺的僧人们隆重迎接了玄奘 玄奘也虔诚地跪拜印度高僧 并留下来开始学习 在这里 玄奘听高僧讲课 和弟子们一起讨论经文 转眼五年过去了 玄奘离开了那烂陀寺 前往天竺各地游学 在这里 他发现 佛说的 众生平等根本不存在 地位地下的人 不能走主路 女人只要被奴隶碰过 就算被玄奥 奴隶也会被诅咒 永远带着面具使人 等玄奘再次回到 那烂陀寺 这里要举行全天竺的变法大赛 在公元642年 变法大赛时 玄奘也被选中变法 他透彻地分析了大成佛教和小成佛教 让教徒们更好地理解两者的不同 这一次辩论 让玄奘声明远波 无人能及 高僧想让玄奘永远留在印度 但玄奘思想心切 他前来天竺的目的就是为了取经 不久之后 玄奘开始返回大唐 太宗皇帝得知这个消息 并其他小国护送玄奘回大唐 公元645年 玄奘历时19年 再次踏上国土 此时他再也忍不住流下眼泪 回到长安的玄奘 受到了热烈欢迎 万人空向 迎接队伍长达数十里 此后数年 玄奘留在寺庙 翻译印度佛经 太宗皇帝亲自 为翻译的经书写圣教序 玄奘一声 活了64岁 用19年的时间 穿越110个国家 形成一万两千公里 从天竺带回150颗舍利 其增佛像和657部经文 西方史学压认为 中世纪印度次大陆的历史 一片黑暗 玄奘是唯一的光芒